今天呢,我们就想一起聊一聊,就是说我们的过去,就是说值得,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值得回忆的地方,就是说最简单的我们从一个题说起,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或者说什么原因当时来到了加拿大,或者说是当时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一种想法,像我来的话,就是说是为了小孩一个比较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移民国家,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但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他的情况和生活和想法不一样,所以说他们可能来加拿大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说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大概的一个情况是过去啊,和现在啊,是什么来到加拿大的原因,好不好,先聊一聊。 可以,我其实不是一个就是很念旧的人,那种呢,追求向往新生活啊,可能就是我过去像你说过去有什么美好, 回忆什么,我可能更在乎现在,对我不会就是说美好的回忆哪谁都有,但我不会一直就沉浸在那个回忆里面,对,向前看,向前看,向前看,对,从来不回忽往事。 啊,是一个明星的这种人,对。 那我们就说说你当时为什么来到加拿大了 像我当时 简单直接一点 对我当时其实就是 因为我就是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那么我当时在北京已经工作了接近十年 工作十年了 对对就毕业 我看你很年轻 你现在还像大学刚毕业 没有没有不年轻 对所以当时是工作了十年这个样子呢 当时有一个小的一个 小的一个变化吧 就是突然工作压力变大了 然后时间变长了 这是哪一年 这是2011年 11年 将近是八年了 对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同事 他是属于那种投资五个美元 直接拿了一个美国绿卡 对所以他其实是给了 EB2还叫EB2 具体的 当时还挺流行的 对对对当时还他还很顺利 所以就给我们这些同事一个请 就是我们不是非得在北京一直工作 然后一直生活下去 那说一下您在北京做什么的 我当时在北京是在广告行业 对对 确实就是压力比较大 就属于会有那种甲方跟乙方的矛盾 然后五彩斑斓的黑是吧 你要改 要修复 对要修改这些东西 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属于就是 大概会有凌晨两点下班 那工作压力太大 就是说希望有一种新的工作环境 或者新的一种尝试 等于说有这种到国外的这种 这种萌生的这个想法 就是就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 996啊什么都很正常 但是当时其实也挺正常的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 就是我是受不了这种 尤其那时候刚年很年轻 或者说刚走上升也不年轻 但是说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那你就说 为什么当时会选择加拿大呢 比方说当时是想的 为什么是加拿大这个地方 对当时其实是想 就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这两个国家之间做选择 然后怎么选择加拿大 可能是加拿大这边有朋友吧 哦加拿大朋友啊 对对对 其实往往有的时候 就是某一种一个小的因素 就是决定了 对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我来加拿大 整个就是来也来的 但是当时是留学 就来的也很顺利 然后学习也还可以 然后毕业工作移民 这整个过程就算还可以 哦您当时来的也是来工作 哦来学习 然后学习完了之后 工签然后再移民这样 这样是个比较常规的一个途径 一个对这个是目前加拿大政府 就是或者加拿大移民局 比较侧重的一个 也确实是比较吸引人 对吧一方面学习到 然后您来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来学的是会计 就当时那段时间就是男IT女会计都是这样 包括现在已然是这样的 那个我一看我 现在的选择其实多了很多 多一些了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是单一没有其他的考虑 对对对对 那您哪一年来到沃泰华的呢 我是15年夏天来到沃泰华 哦你15年夏天啊 那我是16年初天 那我那时候来 你来也不久啊 就是很对很接近 对我只是记得你是从多伦多过来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选择来 选择沃泰华的一个原因 或者一个考虑是什么 选择沃泰华当时就是觉得 多伦多的人口太多 然后塞车 对然后 国内那种大城市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如果待在多伦多 我为什么不回北京呢 就是说多伦多的机会是多 然后对 然后生活什么的这些 都不如北京啊 我为什么辛辛苦苦从北京 还要出国 还要来到多伦多这个城市呢 后来我就跑到沃泰华这边了 来到沃泰华之后 沃泰华这个城市给你的感觉 或者说给你的一些感受的心 与别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 哇首先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不塞车啊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咱们说这是一个国际村嘛 虽然一个村 当然是非常国际化 因为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 像我在北京的话 我就住在离公司15分钟的地方 就是哪怕我换公司 我肯定也会就是搬走 究竟 对对对 就是这个通勤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然后沃泰华这边就如果不塞车的话 心情真的就很好 对你就不会有些什么路怒症啊 这些真的对人很好 然后你上下班 你有更多的时间 这些时间都是你提升自我 或者就是说你放松自我的时间 对对对对 你这个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 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你哪怕是躺着 对哪怕是休息 因为很多 比方说有些 有的人喜欢听听音乐 有的人喜欢读读书 有的人喜欢做些户啊 运动啊 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 他们说在多伦多一般上 上班时间都要一个多小时 都很正常 嗯差不多 赶上堵车的话 关键心情特别 对他可能距离不是特别远 但是他的这个就是开车时间 真的就很久 当时就是说 就还觉得自己啊 年轻去哪里都可以 那个样子 对 四年变化其实还是蛮大 四年变化很大 比如说像现在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说 让我再去换一个城市 我就不喜欢换一个城市了 基本上来到沃泰华 所有的人都一个一个想 不愿意再去任何地方 是是是 比较多 对 但是同时就是也有很多 比如说大学当毕业的学生 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第一份工作在哪里 或者而且是什么行业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他们也会去多伦多啊 或者去文革华啊 去这些大城市去找机 对 可能多伦多一开始就业机会会多一点 但是他们说 沃泰华这几年现在就业机会也蛮好的 说 我前两天 昨天不是在那个 昨天我们在club的搞那个活动吗 他们有两个是那个政府的那个员工 一个人是负责那个政府机构招聘的 就是说集团机行业的 而现在是政府招不到人 大量的人员就是contract 好多的contract都是从多伦多那边过来的 contract 人员不够招不到 因为政府机关现在说什么更新 什么特别特别特别多 然后尤其自由党这几年 拉选票嘛 政府投入特别多 这几年说政府的职务特别多 是的 但是政府职务就是有一点 反正也有一点嘛 就是说大部分人当然能进就还是进 但是他优先选择是本地员工 对对 是的 所以对学生来说 可能也是能拿一个实习的机会就已经很好 已经很不错 对 是的 感觉怎么样 学一段时间法语 然后当时的感觉就是说 很好玩 然后 其实你不一定要学很多 就是说有些简单的一些 会几率的吧 对对对 我觉得就很OK了 给人感觉就是说 你起码跟有的当地的这个 我们说的老外 其实人家是当地人 沟通起来你会几句法语 其实立马的距离就是 显得特别特别的 对 也还没有说到那么 到那么好的一个程度 其实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对吧 我只是学了一点法语 因为以后就是说 我学了一点就是很很 就叫什么 很常用的这些文字单词 Bonjour savoir merci 没有 那我学的还是要比这个多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我有时候看文件 它有 对 它有的时候它会有英文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有法语的一个版本 你如果一点法语不学呢 你另一面对你来说 其实就跟黑的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现在你就会觉得 哎 我学了一点 其实我看一遍 因为以后再去看一遍法语 我能看一点点乐趣 因为它的一个乐趣就是 它们很多的书写 其实和它的发音不一样 它很多的书写 就跟我们是很相似的 很多相似的 因为它毕竟是同一个语系来的 来的一个东西 还是很有意思 是 你看在温泰华也认识你 我一来就选到了温泰华 蛮好的 对 我真是 在温泰华待得越久就越喜欢 然后可能要再说一点的话 比如说房价比较合适 这是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 然后对 翻作率比较低 这个房价基本上就是正常的 你一个工薪的话 工作的话 都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对吧 50万到100万的房子都挺不错了 你要他们说100万在多伦多的话 简直是100万 就是很负荣 够首富而已 对对对 温泰华这边房价还算比较好 而且这边就是说 还没有出现那种大规模的 那个投资啊 炒房啊 它没有太多的热钱过来 就是说这种消费是一种理性的 正常的市场需求的一种消费 对对对 但是房价这两年也涨了不少 对也涨了一些 就大概就是这两年了 对 这一段时间 因为那个温泰华人口也是刚达到100万 对 它其实它从其他城市来了很多人 然后来到温泰华 各种原因吧 各种原因吧 对 就这两年包括你 包括我个人的变化都挺大的 都能够看出来 是的 挺大的